我們講一講會考2007年MC那份卷的第四十題 這題其實是有一條軌道 有一條金屬棒 這條金屬棒就用一個力向這邊 同學你會觀察到 如果你熟悉的話 你就會見到其實這個是一個什麼程度 就是圖畫是由這樣變成這樣 這種情況其實就是 遲通量是BA1的面積比較小 後期的遲通量就是BA2 即是說遲通量2大於遲通量1 在這樣的情況就是會有感身電壓 因為有遲通量的變化就會有感身電壓 好了我們順便要研究一下 如果是這樣 感身電壓或者感身電壓是怎樣流呢 同學看一看 現在是遲通量在增加中 所以根據零次定律Lens Law 電流就要流到抗衡這個增壓 因為現在是入紙的磁場越來越多 所以感身電流就要流到一些出紙的磁場 所以就要這樣擺隻右手 這樣擺隻右手就是手指弓向天的時候 感身電流的方向就是這樣流 這樣流 這支棒的功能就好像一個電池一樣 而電池這邊 即是P那邊是正極 Q那邊是負極 好了有了這個經驗之後 我們逐句看下他說的東西 第一句電流是會從Q 經過安培計流去P 他的圖畫這裡是R位 這個位是R位 這個是Q位 電流是由R流去Q 他說經Q 電流從Q 經過安培計流去R 他說這樣流 所以第一句錯了 第一句錯了 第一句錯了 應該是由R流去Q 不是Q流去R 第二 如果磁場的方向相反 金屬棒就會加速 磁場的方向相反 拉茲棒只會令感身電流方向改變 不會令它加速 又發電又加速 你就會很發達 就違背能量手衡 錯 第三句 磁場相反 就應該是會感身電流 所以個安培計的讀數是會逆轉 所以第三句就對 所以只有三是對 所以答案是BY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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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